我先把那結論說出來 菅義偉那段話 第一是大概是翻譯的錯誤 或者說大家的理解錯誤 不是那麼回事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得回到剛剛你前面提到 就是美國跟日本之前的 這個新時代的 美日全球夥伴關係 美日同胞到現在 已經是大概半個多世紀了 然後過去最早是真的蘇聯 後來很快就包含中共在內 然後慢慢就擴及了 它的這個涉及的範圍 當然後來因為蘇聯瓦解了 那美日同胞一段時間 就是比較消沉 大家說要不要針對中共 後來等到中共的這個 戰略姿態越來越高 然後對國際 對周邊 形成比較大的威脅之後 美日同胞慢慢就指向了這個中共 其實一部分是中共自己找來的 9596不是飛彈風波嗎 中共都威逼台灣 那麼最後過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美日同胞就重申了 重申之後當然美國和日本 同時就辦記者會 辦新聞發布會 然後就解釋說我們重申了 然後怎麼修訂了美日安保 中共非常升級跳起來指責說 第一 日本恢復軍國主義 第二 美國利用日本 去圍堵中國什麼等等 結果美日雙方同時回答很簡單 因為他們顯然就預期了 到了中共這個反彈 他們說第一 我們的美日安保是防衛型 不是攻擊型 是一直以來都這樣 對 然後第二 美日安保是區域型 不是全球型 第三 美日安保我們重申 不針對任何特定第三國 那誰要跳出來呢 你是自己對號入座 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這次其實大概 當然就意思比較明確 這次就是大家都這樣講嘛 這是50多年來第一次提到台灣 但是我把話講準確 他是提到了跨海峽地區 或跨海峽區 當然提到台灣問題 美日同盟他第一部分 這是重申的 第一部分是強調了 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跟美日同盟的作用 其中有段話值得玩味 他說美國依據 美日安保條約 重申了對日本國防的堅定支持 必要時得使用包括任何能力 包含核子能力在內的能力 去捍衛日本 這話是比較少見的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核子武器 然後美國在這個 對日本用原子彈之後呢 就很懊惱 就希望說將來不再用 但是當很多國家都發展 原子彈核子彈之後呢 美國不能說我絕對不用原子彈 我絕對不用核子彈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拆掉就算了 所以他只能暗示說 沒有事情的話我不會首先使用 但這地方會講說必要時得使用 他沒有說我不首先使用 所以這點我們得提出來提醒大家 然後再一點就是 美日安保適用於這個釣魚台 那這個問題我認為 我們政府應該出來抗議 因為我們堅決認為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領土 那麼現在有外國這樣講的話呢 我們必須說話 那即便你說行政權也好 但我們得表達我們的主權立場 好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在這當中呢 大家也注意到 對中共的部分呢 用了比較多的篇幅 大家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中共挑戰了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簡單說一下 中共挑戰了國際秩序 人類歷史上一般來說 都有一個國際秩序或國內秩序 誰破壞了秩序呢 我們大家就去對付他 破壞國內秩序的我們先用警察 再不行我們就用軍隊 這是國內秩序 國際秩序呢 沒有國際政府 所以是誰呢 通常是區域當國 或是世界當國來干涉 所以你說國際警察 很簡單 有一個國家是國際警察 那有些國家說 那你怎麼幹國際警察 那很簡單 看他所推行的做法 大家一般能不能接受 這就是國際警察基本定義 國際警察呢 因為它跟政府不一樣 政府的公權力是不能濫用的 政府公權力是受到這個 各種法律的管制的 好 但是國際警察會不會濫用權力呢 會 有沒有人能制裁他呢 不一定可以 所以國際警察跟帝國 主義跟霸權之間的界限 是一線之隔 但是呢 如果沒有國際警察 只有霸權的話 那就更可怕 那就把大家都吃掉了 都消滅了 所以國際警察 我再說一次 不見得很公平 因為沒有一個合理的 一個東西規範它 國際警察基本是靠自律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有很多帝國型的國家 希臘啦 羅馬啦 然後西班牙啦 英國 美國等等 對 一路有這些霸權下來 但是我們反對的不是霸權 我們反對是說 它是不是能夠扮演好一個 提供恰當的公共財的角色 維持的和平秩序 公共財最基本是維持的和平秩序 再次提供經濟秩序 或必要的金融支持什麼等等 或者國際市場什麼之類的 那這部分嘉隆兄就比我清楚得多了 所以簡單說就是 那現在我們先講說 美日這個重申裡面講到說 中共挑戰以國際法為基礎 國際秩序 也就是你挑戰國際秩序 那麼我們是國際秩序的 維護者跟提倡者 你挑戰好 第一我要指出來 第二我們可能 如果你再往下化 我們要制裁你 或要鞭策你 讓你手收回去 除非你能提出一套 讓大家都覺得比我知道更好的國際秩序 那另一方別論 不是說不可以挑戰 問題是你如何挑戰 所以第一點 中共挑戰國際秩序 第二 對於中共在印太地區的一些作為 印太跟世界的一些作為 他們認為說 這作為影響到了跟挑戰了 和平跟繁榮 所以我們必須關切 第三 中共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推行強制性的經濟策略 那麼這點我們是反對的 第四他講得很明白了 美日決心以嚇阻來保衛和平 這就是蓬佩奧說的 軟弱邀請戰爭 那麼強硬後續可以嚇阻戰爭 那麼我們過去 這段時間我們也多次講 我們說美日的作法 不是推台灣上戰場 也不是把台灣當炮灰 恰恰好就是在這個時候 強硬對台灣表態的時候 嚇阻中共在台灣進行冒險 因為台灣就已經在第一線 沒有人把你推上去 是中共把你 不是我們推的 是中共把我們拉上第一線 大家看懂這件事情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不惹中共就沒有事情 過幾十年來 台灣多少次惹過中共 中共不一天來惹台灣嗎 表面上的核緩 不是真正的核緩 表面上核緩只是 它讓你一步 然後用吸的辦法把你吸進去 你得看懂這問題 所以他想把這點出來了 然後最後他再來就談到說 美日共同關切東海南海航情自由 然後香港 新疆 維吾爾等地區問題 最後對台灣的地區是這樣講的 重視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然後敦促跨海峽問題的和平解決 這邊講的是不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而是跨海峽問題的和平解決 我過去說 我說你可以講台灣問題 那這樣有一個壞處就是 中國覺得我太敏感 那你說跨海峽問題看起來不敏感了 但有一個潛在潛台詞 跨海峽問題就是 包含台灣海峽這邊跟那邊 台灣這邊出問題 那當然這是跨海峽問題 但大陸出問題也是跨海峽問題 所以萬一大陸發生 像蘇聯東歐這問題的話 是不是跨海峽問題 是跨海峽問題 所以這句話 其實是個兩面刃 兩面可以用的 那麼所謂菅義偉的改革 我前面說 他是一個翻譯的錯誤 或者理解的這個不恰當 他的意思是說 日本的一貫立場是 希望兩岸經過和平對話來解決 而這立場並沒有改變 而菅義偉實際上是說 這次這個立場透過美日宣言之後 更加明確化 他講的第一點 那這個台灣有些媒體講說 日本自衛隊不可能投入環繞台灣的軍事事件 他的意思是說 菅義偉說我其實不能假設台灣海峽爆發戰爭 我必須 我在所有現在所作所為 因為是成平時代 我所說的就是 我們不預期台灣海峽會發生這件事情 是這個前提下我講這話 好 那麼如果發生了呢 就是如果周邊有事呢 那看情形再說 怎麼看情形再說呢 看看美國怎麼說 我再來看看我怎麼說 或者說我跟美國商量完之後 我們再來說要怎麼說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這個意思 當然他第二段話還講說 基於中台雙方軍事失衡 也就是說台灣的力量相對比較弱 中國的力量相對比較強 所以我們要非常關切 但是現在事情沒有發生以前呢 我都不能那樣講 所以這位諸日特派員他就講說 台灣這麼多人懂日文的 怎麼會理解錯誤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他懷疑說是不是有人故意帶風向 不過講到現在呢 應該這樣說 我們看見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中共在台海附近 把問題鬧多了鬧大了 一句話說完 你覺得美國飛機在台灣附近飛 會引起這種渲染大波嗎 還是中共飛機在台灣附近飛 會引起渲染大波 一句話講完 下一個就是大家國際對於香港的大背景 就覺得台灣就是下一個 好 那台灣問題也請教 教導老師怎麼看 那個關於剛才首先提一下 那個俄羅斯從烏克蘭那邊擺出 先閱兵再測兵的姿態 其實跟日本這邊可以做一個連結 就是他在展示快速投放能力 他不只是還有戰鬥能力 他也還能夠證明他能夠快速投放 所以他在很短的時間 集結了大量的部隊在烏東邊 俄羅斯跟烏東這個地帶 然後他現在可以收回來 那這個快速投放能力 就是前幾天 美軍從日本三則基地 試駕F-16 再試駕加油機 飛到南海跟羅斯福號會合 然後再飛回日本 總共加油四次 一趟要加兩次 加油四次 美軍就是在向中共發信號 展示他有快速投放能力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中共的東西兩邊 俄國跟美國這邊 日本這邊都出現這個 這個樣的一個動作 都在做一件事情 展示快速投放能力 那這個東西就表示說 在海權跟陸權 這個全球化的這種格局裡面 大國必須有快速投放能力 那其實呢 經營那個南太平洋的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其實也是 不只是長程洲際彈道飛彈 要有長程投射能力 其實那個部隊之間 裝備之間 也是要能夠這樣做 對 像美軍的那個轟炸機 經常就是這樣加油 一下子就飛了 飛了上萬公里到了亞洲來 對 那個V-1V轟炸機 也是從美國本土起飛 指揮觀打 就是一而再再而再 再向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俄羅斯戴個頭 美國也跟進 因為中共總是認為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離美國很遠 美國就算有強大的軍力 也幫不上忙 來不及救援台灣 所以中共的一個 所謂拿下台灣的指導思想 就是這個快速那個作戰 然後造成 繼承事實 讓美國來不及反應 美國就在告訴你 你這個想法不對 是 那老星怎麼看 大家就覺得說 像日本之前感覺 好像那種態度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日本離台灣很近 然後日本的防衛大臣 在聯合聲明當天 又跑到宇納國島 就這樣遠遠的一直望著台灣 發了三個推文 一直在談台灣 所以你覺得這樣 這個菁義偉這一次 這個國會答案 前後到底有沒有不對 或是怎麼樣 我現在回料你這個主題 就是有關日本這個部分 你剛剛講那個黃衛長那個東西 其實是延續他這個美日同盟這個聲明 美日同盟這裡有幾個觀察點 第一個顯然雙方是來真的 第一個高峰會在白宮的會談 不是像海湖莊園 或者德州的老夫妻叫莊園那種 他是在白宮 然後更妙的是他發表聯合聲明 然後更妙的是他召開聯合記者會 那以前聯合記者會召開 是在白宮的東鄉 這個比如說德國總理來 還是英國首相來 在白宮東鄉 那個是美國總統接待外國領導人 開記者會的地方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開記者會的地點 是在白宮的玫瑰花園 那更慎重 場子更大 對沒錯 好 所以毫無疑問 這一次美日三王 是鐵了心來真的 第二點 這是一個算是擴大版的 美日安保條約 所以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1.0 就是原始的版本 美國提供日本保護對不對 那你可以說 他沒有針對誰 但是你可以說他是針對 他提供核資產保護 當然是針對當時的蘇聯 然後到了1996年 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柯林頓總統 在我們台灣3月份 投完票以後4月去東京訪問 重新界定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第一次修改 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把他的適用範圍 叫做日本周邊有勢地區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釣魚島是算日本 然後雲納國島算日本 所以這兩個島的周邊就是台灣 所以等於變相 把台灣納入美日安保條約 那你說有什麼證據可以間接證明這一點 答案是很簡單 美國駐日美軍 有大約 比如說五萬四千人 一半的兵力 大約一半的兵力 在日本本土的四個島 另外一半的兵力在琉球 那黃手的對象是誰 當然就清楚了 那邊沒有蘇聯的 俄國的威脅 那這是 所以 這是2.0 第一次修改 美日安保條約 現在進行第二次修改 就是美日安保條約 進入3.0 什麼意思呢 現在黃手的範圍 因為他們其實有內容上來講 有很強烈的針對性 針對什麼 就是你看他們提的數學 叫做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也就是說他在落實印太戰略 也就是說他在針對中共的一帶一路 很清楚 那一帶一路的話分成陸地跟海路 一路是指海上絲綢之路 這個海路的話西邊到印度洋 東邊到哪裡呢 到南太平洋 到第二島鏈第三島鏈 這些現在都變成日本的管區 因為日本跟美國現在是同盟 以前是美國老大哥保護你日本小弟 現在變成美國老大哥跟日本 變成親密的戰友 就同盟關係 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不但要防守東海 防守這個就是釣魚島那附近 防守台海防守南海 也要防守印度洋 也要防守南太平洋 所有這些都已經變成 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 已經遠遠超出 所謂日本周邊有勢地區 你看他內容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關心的地方 他們在乎的利益 區域的和平 穩定等等 涵蓋的範圍 你看他針對的對象是一帶一路 也就是他在實現他的印太戰略 為了再證明這一點 強化這一點 他們在產業的合作部分 居然提到說美日要來列出 提出資金 來參加一帶一路的 那些基礎建設的投標案 就是要跟中共正面競爭 你在哪邊做什麼基礎建設 我也來 美國日本這邊也來跟你投標 也來競爭 就是完全針對一帶一路而來 這個太明顯了 所以他表面上理由 叫做維持印度洋太平洋的自由航行 換句話說以後日本的軍力 也可以投放到印度洋到南海 不是只有台海 他就透過現在就是像跟印度 跟澳洲的這種 這個一些互動跟結合關係 所以就 當然你澳洲出事我就來協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美日安保帖會3.0 是一個擴大版 只要美國在乎這些地方 日本就跟著跑就對了 就是美日同盟了嘛 美國在乎的印太戰略 整個區域的這些利益 這些安全問題 那日本跟美國已經同盟了 美日同盟就不是在管日本自己而已了 不是在防守日本自己的安全而已 是整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都在美日同盟的關切方便 所以看起來變成說 像美日美英美澳 彼此今天好像開始有些跌合 互相那個保護圈 互相彼此擴大擴大擴大這樣整合 所以然後再來 那在整個問題裡面 什麼叫有事 什麼叫嚴重事態 美國說了算嘛 就是明老師剛才提到的嘛 這件事情是 所以日本會說 美國老大哥來判定 事情是不是到什麼嚴重的程度 要怎麼介入 所以日本站在盟友的立場 延續以前配合美國的立場 他是呼應美國的這個戰略佈局嘛 所以呢 菅義偉的回答 他其實不承認也不否認 他說的是 我不預判台海情勢 我不預設是否軍事介入的立場 我把它稱為不承認也不否認 這個東西不等於說 我不做軍事介入不是嘛 是這樣子的 我說即便他 即便不是歡意錯誤啦 我根本沒有打底牌 對 當然一開始是歡意錯誤啦 我告訴你我底牌是什麼 等一下我告訴你啊 就算一開始是歡意錯誤 就算沒有歡意錯誤好不好 他的那個改口問題要這樣理解啦 然後現在這裡產生一個 接下來如果這樣解讀成立的話 馬上產生一個問題 日本現在進入一個過渡期 他要修改相關的法令 他的自衛隊要重新部署 然後他國會要辯論 親中跟康中的這個政策路線 要取得共識 那日本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國家正常化 然後他希望那個修改和平憲法 那本來是要走獨立自主國防 但是現在在美日同盟之下 他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就是美日同盟下的重整軍備 重新武裝 那日本一直要追求這個事情 國防正常化對不對 但是他被美國軍事看管 現在什麼出現什麼情況 因為美國跟日本出現了一個共同敵人 而且是大咖的叫做中共 所以美國現在等於在 在美國監管之下 日本重整軍備 那這樣的情況 不會造成軍博主義復活 但是日本卻會成為 美國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 然後現在先從日本自己出發 到整個太平洋印度洋 然後美國再去搞定歐洲 澳洲印度其他地方 但是至少在印太戰略這個地帶的話 美日等於是協同行動了 變成戰略同盟 所以接下來他要修改法律 他要自衛隊的話要採購攻擊型武器 日本的國防也要開始大幅度的提升 那這些事情需要過渡 需要一陣子的鋪排 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方面的進展 是 老師來 日本藉這個事情還追求一個目標 提升它的國際地位 嗯 嗯